阿剑 怎么了 就这么不小心啊 脚 脚伤了 你可是体育生啊 苏锦 快来看看 来 来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受伤的 因为这个 我是看到大冬天的 居然开着一朵小黄花 我猜你也会喜欢 小剑 说起来你读的是那颗 推拿也这么厉害 还能在雪地里挖出草药 女神医啊 简直比我们的专业队一还要厉害 我爹可是最出色的苗衣哦 这些本事啊 我从十岁起就会了 苏锦 大都 芳芳 你们回来了 苏锦 你出来一下 没想到南方也会下这么大的雪 手机定位没有信号 估计信号站被雪压坏了 刚才 我和芳芳远远地看到上山似的路 已经被雪埋掉了 那 那怎么办 我们上山是碰到的居民呢 他会同志员来救我们吗 那个老猎户 我看他都七十多岁了 你能指望他冒雪下山去求救 小剑 我们商量了一下 我们准备从山的另一面找路下去 趁大家还没有出现食物和体力的危机 等等 那阿剑怎么办 他脚上还有伤呢 你小点啥 听我们说 如果等他的脚完全康复 只怕我们一个也活不了 我觉得 只有暂时留下他 然后再想办法来救 那怎么行 他受伤了 没有自保能力 万一 那都被全军覆没好吧 一朵花就把你收买了 你不是说 你不喜欢他吗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你们在吵什么 我都听到了 你们要丢下我 只不过是受伤而已 你们当我死了吗 芳芳 我们十年同学 你也说得出口 还有你 大东 我们可是队友啊 不是这样的 阿剑 他们只是一时着急 不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 牺牲一个 总比大家都死在这里好 我们不会赶尽杀绝 这里有一半的食物 我们这就出发 小姐 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别和我说话 我不想抱粗口 期待我们会找到救援队吧 小种了 差不多可以走了 只要别太用力 食物也吃得差不多了 明天一早咱们也出发吧 谢谢你了 小姐 没有你我这次死定了 不像那两个狼心狗肺的家伙 其实仔细想想他们也没错 我留下来还能治你的脚 他们能做什么 他们去找救援队 总好过大家一起消耗食物 什么也不做吧 所以冷静下来之后 我已经原谅他们了 我爹说过很多当年 闹饥荒的惨事 我爹说为了活下去 不管做什么事 都会被持有大神原谅的 小姐 你人真好 吃的东西不够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 你干什么去啊 我趁天亮去找点吃的和草药 小姐 如果我们能活着回去 作为女朋友吧 对不起啊 相比起体育尖叫 我更喜欢头脑厉害的男生呢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阿剑 看我找到什么了 阿剑 阿剑 哈 啊 呀 ỏi 陈配 呀 天体育尔 天导 天主 天主